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财务课堂 今天这节课主要给大家介绍一种经典的 我们财务学里面比较经典的财务分析体系 它的名字叫杜邦财务分析 这也是我们众多财务分析方法里面 比较经典比较著名的 基本上我们国内国外每一套财务学的教材里面 都会对其进行专门的介绍 同时我们说在实务当中 我们进行财务分析的时候 也会经常运用到杜邦财务分析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介绍一下 杜邦财务分析这个方法是如何去进行的 首先我们讲一讲杜邦的由来 那么杜邦分析法 它是由于一个企业的运用 而得到非常出名 它的企业的名字就叫杜邦公司 那么杜邦公司是美国的一家 以科研为基础的一个全球性企业 它的业务分布非常广 包括食物与营养 保健服装家居及建筑 电子交通 然后它的历史也比较悠久 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百度百科 或者其他途径里面去搜索一下杜邦家族 它是一个非常百年老店 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家族企业 然后我们讲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资料里面显示 杜邦家族有248年的悠久历史 是我们世界500强里面 历史最悠久最长寿的一家公司 那么这种财务分析方法呢 因为是最早由杜邦公司使用 所以之后呢 我们大家运用的时候呢 都把它取名叫做这个杜邦分析法 那么杜邦分析法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利用几种主要的财务比率之间的关系 来综合的分析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 那么杜邦分析法更多的是分析一个公司的盈利能力 和股东的权益回报率 那么它的基本思想呢 我们讲是通过将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 我们这个以前我们在讲财务比率分析的时候 也反复提到过这个比率 那么它的这个净资产收益率是等于什么呀 等于这个咱们讲净利润比上这个净资产 也就是说你我们讲净资产又等于什么股东权益 也就是说你这个股东每头一块钱所产生的净利润是多少 就是我们净资产收益率反映的内容 那么它的主要思想呢 是把这个净资产收益率呢 分解成多项财务比例的成绩 来进行这个因素分析 那么这样的话 有助于更加深度的去比较各个企业的经营这个业绩 这是我们具体的这个杜邦分析指的是什么 那么这样一张图呢 是我们在实际进行杜邦分析的时候呢 经常会看到的一张图 它是从这个净资产收益率 也叫权益净利率为分析起点 然后逐一包括分析这个总资产净利率 乘以权益乘数 逐一分解 逐一分解 最后然后我们可以 我们讲先得到一个净资产收益率的一个比较数 然后逐一进行各个因素的分析 去看哪个因素到底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它的业绩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呢 我们讲可以更加深入透彻的 去了解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 以及盈利能力背后的一些原因 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分析图 我们在许多教材里面都会有这样一张图 那我们看了图之后呢 我们再讲一下最关键的东西 也就是说杜邦分析法 它的一个推导过程 杜邦 著名的杜邦横等式 它是怎么样推导的 我们首先去解答这样一个问题 把通过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呢 去让大家理解它的推导 我们讲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股东 你会最关注财务报表率的什么指标呢 我在这里如果我是一个股东的话 我会最关心的 我我我讲我应该是最关心什么 我每投入的一块钱 它产生的利润有多少 也就是说 我的股东权益收益率是多少 ROE 我每投一块钱 它这个企业能给我回报多少钱 这是我作为股东去关注的 而我不会去关注什么 你这个资产的运营效率怎么样 你的这个应收账款的这个回报率 这个周转率怎么样 这都是具体高管人员去关心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股东呢 我只会关心我每投一块钱 它产生的回报是多少 所以我们为什么以这样一个指标 作为杜邦分析的这个起点呢 就是因为出于我们股东 最关心这个指标的考虑 但是我们讲 光从一个这个指标的大小来比较呢 我们并 虽然能够知道哪个企业好坏 但是我们如果是要进一步去分析 这个哪些因素造成的这些比率的增加呢 所以我们就要进一步去分解 把这个指标进行分解 以便于我们更加深入的去 对这个指标进行因素分析 那么一分解呢 这是我们讲刚刚说的内容 RE这个信息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要进行分解 那么分解 我们分解的这个目的 我们是为了更加的能够什么 获取综合财务保表中的关键数据 那么既能最好理想状态下 最能最好能既包括全部的经营成果 又能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那么就围绕了这两个这个维度 一个是反映经营成果 还要反映财务状况 那我们去去这个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里面去找 到底哪些指标能够重用反映这两个 然后拼凑起来呢 还能得到这个ROE这样一个指标 那我们看 围绕着这样一个这个出发点呢 我们就找到了三个这样的一个财务比例 财务指标 第一个呢是销售净利率 它高度的反映了一个企业的经营成果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要考虑 要体现这个企业的经营成果情况 那么第二个是权益陈数 那么它是高度的反映了资产负债表和所有的权益之间的关系 总资产周转利最后一个 它反映的是利润表和所有的权益相结合 那么我们在这里还列出了各这三项比例的这个计算公式 那么我们把我们讲销售净利率等于净利润除以销售收入 权益陈数呢等于总资产除以总权益 也就是总所有的权益 那么总资产周转利润等于销售收入比上总资产 那我们把这三者一乘 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层级是等于股东权益收益率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净利润比上销售收入 与这个总资产乘以总资产比上总权益 再乘以销售收入比上总资产 总资产和总资产这个约掉 销售收入和销售收入这个约记 最后我们得到什么净利润比上这个总权益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ROE的内容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解体呢 我们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既了解了我们一个企业的这个盈利能力 而且我们还能够通过什么 它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来进行比例分析 对这个综合指标进行分析 这是我们讲杜邦横等式的一个推导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如果刚刚理解了老师给大家讲的杜邦横等式呢 我们就能够很好地看懂杜邦分析图 我们讲就是我们红框框出来的重点内容 无非就是理解这样四个框的比例关系 净利润ROE等于什么销售净利润乘以权益乘数 再乘以总资产周转率 把握成这个呢 我们就能够有助于大家找到股东权益收益率的影响因素 然后能够更加理智的去看待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 也看待财务报表 那么这样今天的杜邦横等式的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